哈囉,大家好,我是安琪 好久不見了 今天我們沒有要開箱 因為太多顆了 有一些是我朋友的 然後有一些是我收藏的 那我今天就是會把 愛瑪士的一些小皮件 這邊可以看到的就是Bastia 零錢包 然後還有它的Covey 甚至它最新款的Duo Covey 嗯,還有 這非常少見很漂亮配色的那個 Kelly Pocket 還有Card Holder 這算是他們家的卡包 剛好有不同的皮革跟那個使用方式 那今天安琪就會來做一個比較表 比較一下這幾顆 不管是在皮革或者是重量 或者是它的內容物方面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這樣大家就可以知道要怎麼挑選到 比較適合自己的愛瑪士的小皮件 好,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好,我們先從它的零錢包Bastia 開始介紹起 Bastia它其實非常的 我自己的使用的心得 就是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那顧名思義它是零錢包 所以大家想說一定是可以放零錢 那麼它能夠放到什麼樣的容量呢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囉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重量 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皮革 Bastia真的都非常的輕便 這是山羊皮 大概是最輕的 它大概15公克 然後這個是他們家的傳承皮 馬鞍皮這個稍微重一點點 這是21公克 然後這個是Box皮 20公克 等一下重放 對Box也是20 然後這個山羊皮跟粉紅色那個一樣 大概是15公克 所以Bastia它其實非常的輕便 它超輕 它就是15公克 這兩顆15公克 然後20公克 超輕 輕到你不會有什麼感覺 然後我們先來看 它的 你會看到它有兩種版本 基本上它的配色 一個就是一樣的 它裡面跟外面是一樣的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Verso版本 它有配不一樣的顏色 然後這顆也是配不一樣的顏色 這個Box皮的話就是一樣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連配色都會有兩種不同的 那個設計方式 配色的Verso版本 跟沒有配色的 這個是 這是內外銅色 內外銅色的版本 很可愛 打開Verso的話會有驚喜感 這樣 好可愛喔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是我在用的 那零錢包呢 就是 過米CC就是放零錢 那零錢我們這樣拿的話 其實是蠻深的對不對 那我會怎麼拿你知道嗎 我會把它倒出來 就是用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這樣你不管要挑幾塊錢 就非常的簡單 所以雖然它是這樣子打開 但是我會這樣子來挑零錢 好 大家想知道它能不能放卡片呢 它 不行 哈哈 不行 它的寬度差一點 高度也差一點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放卡片的 那它可以放紙鈔 但是必須要折 對折再對折 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真的今天我的包包小到一個不行 或是我今天就是 真的就是隨便要找個東西出門的狀況下 就是我可能會 就是錢的部分我就會這樣放 把它放好 對折再對折 那它是可以關起來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它非常的好用 它幾乎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的錢 像我不喜歡把錢跟卡片放在一起 我是那種人 所以我不想要 就是錢跟卡混在一起放 然後所以它可以這樣子拿 然後你在拿錢的時候它也不會掉出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Bastia它算是非常方便 很好使用的零錢包 那 皮革的方面呢 我個人是最喜歡 不能這樣講 每一個都各有好處 這個你們仔細看 這個叫山羊皮 山羊皮還有在分兩種 另外一種是比較貴的山羊皮 那一顆更輕 那一顆可能是 單價大概可能要破萬了吧 萬多 一萬多之類的 然後 然後 這種山羊皮它就是低於一萬塊的價錢 所以這是山羊皮 那這一顆呢 是非常特別 非常厲害的 這是他們的馬鞍皮 馬鞍皮的顏色會越用越深 我現在拿一個卡包 就是我更常用的皮革給你們看 其實你們可以發現 它最後會變成是這個 就是會越用越深 然後這個是馬鞍皮 馬鞍皮超香 這顆非常的難刷到 難買到 這是馬鞍皮 再來這個黑色的 這個小朋友 這位是誰 這就是他的 box皮 box皮它非常的亮 它是所有的皮革裡面最亮的 因為它幾乎沒有什麼紋路 所以它也很容易刮傷 很容易聽說一刮就有 但是它因為它是非常少見 而且非常的有 我覺得它是非常有味道的皮革 很有自己的個性 然後如果它是做在愛馬仕的包包上面的話 我一般講就是那種大包 其實你要把它送回去愛馬仕法國保養的話 做SPA的話 據說它回來是一模一樣 就是跟新的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box皮 應該我沒有辦法offer到 被Sales offer到那樣子的包包了 因為它是很少見很貴的皮革 所以買零錢包我可以 零錢包還是目前可以負擔得了 也買得到 重點是這樣講 所以這個是它的box皮 非常的輕 非常特別 它是沒有幾乎看不到 它有紋路 但是非常的光滑 OK 所以它的皮革跟它的重量 還有它呈現的那個色澤的樣子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零錢包Bastia 接下來跟Bastia一起配對 我們會一般搭配使用的就是他們的卡包Kavi 那安琪這邊剛好有三顆不同皮革 它的顏色也不同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是最新款的Duo Duo Duo Kavi 我們來先看一下它的重量 這一顆是山羊皮的Kavi 它的重量大概是25公克 Box皮的Kavi 27稍微重一點點 那這一顆是它的Duo新款的 應該會是最重 37公克 好 因為它多了一個 這邊多了一個可以放一個鈕扣 多了一個內袋 所以它一定是比較重的 那這個是box 這個是山羊皮 然後這個是absence皮 好我們來看看怎麼使用 好我們來看看怎麼使用 Kavi的部分它其實這一顆 當初就是跟這一位就是兩位 這個是T0的顏色 因為看到有一點使用痕跡了 這兩個是我最常用的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好山羊皮 山羊皮你可以看到它的紋路會比較深 它真的你怎麼刮 就是它刮痕比較看不到 指甲的刮痕看不到 所以算是非常好照顧的皮革 那山羊皮一般會出現在 包包非常少見 我認知的 我知道的 就是一般拿得出來的 不是SO 不是客人客訂款的話 是mini bolly會出山羊皮 那扣掉mini bolly之外 其他的包款 他們比較不會用到山羊皮 除非你是特製包款 所以是SO的包款 算是非常高貴的皮革之一 也是他們的山羊皮 那山羊皮要怎麼用呢 這個我們剛說它非常的好處理 它不怕刮嘛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大概有七張卡 它是可以這樣使用 它可以這樣放 卡片的部分它是可以這樣放 我就覺得 然後要拿的時候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繼續 譬如說是收據類啊 可以這樣放在上面啊 然後當然如果你要繼續往上放的話 也是也是可以 可是我因為我 我沒有帶那麼多卡的習慣 所以一般來說我會 大概就是這樣子 它上下都是可以放的 上下都可以放 卡片的部分 那它能不能夠放紙鈔呢 我不會建議它放零錢 因為會掉啊 你一打開來 那我們就放放看好了 假設你要放零錢的話 但是就像剛剛安琪講 我不喜歡把卡跟錢放在一起 我不想他們碰在一起 這是我個人的那個 就是如果你要這樣放的話 它也是可以啦 可是它是這樣拿 也是可以啦 但是打開的時候 你就是要這樣子 你這邊就要注意 它的深度就沒有辦法 像剛剛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深度 就是它可以這樣拿 這個就是要這樣打開 好 所以就是看你怎麼使用 它就是專門來 主要是設計就是來放卡包的 那這一顆呢 是他們家算是更更精簡的卡片包 我會把它拿來 它這顆我會拿是因為它太精 它也是可以放那麼多 也是可以放那麼多卡 這顆我會拿是因為它是 第一個它是馬鞍皮 再來你知道這個是 Epson皮 這個是Evercolor皮 它是有不同顏色的皮革 不同顏色的皮革 加上不同材質的皮革 拼接而成的小馬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這個單價是裡面最高的 不要懷疑 這是所有的 比這些全部都還貴 因為它的那個 這邊可以放 因為它的手工縫製的那個技術 是更要求的 然後這邊也可以放 但是我不喜歡放到前面 我覺得這樣影響它的 但你要放當然是都沒有問題 它是都是可以放的 這個是它的 我自己算是非常喜歡的卡包 它是單純就是放卡的 好 那回到我們這些 這一顆是BOX皮 這一個就是跟它一起一套 我覺得這個小皮革 我可能就是使用起來 就沒有這麼大的壓力了 因為它反正一定會刮花的 它就是要看得出來那種復古感 舊舊的感覺 好這就是卡比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一款 就是2021年才上市的 台灣好像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人拿到了 這個就是它的 算是零錢包跟卡包的結合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零錢包的 它跟卡包的差異在哪邊 它一般的卡包是像 左邊這顆黑色一樣 它就是兩個夾層 那這個呢 是它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那個 嗯 袋子的設計 然後在這邊把它夾起來 所以它會厚一點點 它會比一般的 卡比還要厚 但是我覺得其實因為這種 這種包已經輕到一個不行了 所以就算它厚一點 我覺得也沒有差 然後呢 它比舊款的卡比再高一點點 看得出來嗎 一點點 寬度呢 差不多 高度高一點點 然後厚度一定是比較厚的 因為它有多了一個零錢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不同的光線下 順便看一下這三顆皮革 這個是山羊皮 Box皮 這個是Apson皮 Apson皮算是更耐刮的更耐的 但是有人會就是各有優缺點 有人會覺得這很像塑膠的 如果所有的皮革比起來 對 它就跟我這一顆Apson一樣 但是它就是最耐用的 沒有辦法 最硬挺的 就是Apson皮 這三顆不同的皮革 在不同的光線下 可以看一下 都很美 然後 都各有優點 各有優缺點 各有各的擁護者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使用 第一個 它這個地方就是很明顯 就是讓你放零錢 那零錢的部分 它 所以它打開的時候就不怕掉了 對不對 因為它這邊是可以扣著的 然後 有人發現它是可以這樣拉起來的 有沒有發現 可是我覺得這樣拉起來 拉的順的話 就是以後你就可以 就是不用怕 就是它一樣就會變得很淺 它可以放回去 它是這樣子的設計 然後它的紙鈔呢 是可以放在後面 這邊 你就可以把它摺放在這邊 但是一樣是需要對摺再對摺 卡片呢 它就可以做到 我說的 它卡片跟錢是可以分開的 卡片就放在這邊 然後 合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的厚度 打開 你可以拿零錢 然後如果是紙鈔的話 可能就要拿一下 然後 它這邊是可以放卡 還可以再放 我這邊有七張卡 非常簡單的一顆小包 非常的小 這就是它們家最新款的Copy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Kelly Pocket的使用的方法 看一下它的內容量如何 因為它後面是有一個拉臉的 所以零錢的部分呢 我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剛好 剛剛有放 這樣子 這樣子 可能就是這樣 然後它是因為一樣 它是可以打開來找的 它是一樣 它側面有做一個 一個 算是 比較好使用的 它不是這樣子貼著的 它這邊知道怎麼說 它有做一個厚度 你可以伸縮 你可以這樣子拿東西 打開來 卡片的部分呢 大概我這邊打七八張卡 一樣是可以放進去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出門的話 你可能簡單講 甚至它拿一個 它這樣子拿著 當一個非常可愛的小手拿包 也是沒有問題 非常的輕便 而且它本身就 充滿了造型 然後儀式感豐富 是一個非常有儀式感的包 拿著它出去 付錢的心情應該會超好 非常可愛的Kelly Pocket 這就是真的是收藏等級 但是也很好用的卡包 它可以值得非常 就是愛馬仕腦殘粉 看到都會忍不住 會想要入的一個 因為它的配色 跟它的皮革 然後還有一個馬的圖案 這都太經典了 然後這是儀式感 滿滿的Kelly Pocket 還有就是剛剛介紹的Covie 還有Basti 那今天的安琪分享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哈囉哈囉 我又回來了 我後來發現 Kelly Pocket另外一種用法 我一定要分享給你們 我覺得這比剛剛的方法更好 來就是說呢 它其實可以把卡片 我剛剛想到的就是說 我們把卡片 把卡片放到後面來 因為你可以根據你常使用的 像我真的因為現在很多APP 你卡只是帶著安心的 很多APP已經可以把卡片的功能取代了 但是有時候像信用卡 我還是會忍不住帶著 跟身份證 因為有時候信用卡 它可能就很怕刷不過有沒有 所以你看它放七八張卡 在裡面剛剛跟一樣 它還是可以關起來 然後所以我後來覺得 這個地方放卡片 對我而言比較適合 因為我比較少拿卡 但是只是帶著放安心而已 就是怕萬一 前面呢 它是可以裝零錢的 它可以把錢跟卡分開 有沒有安琪的要求就是 錢跟卡不要碰在一起 然後呢我剛剛也有 你看它這樣子 你要拿零錢的時候 一樣這個就變成它的角度更好 就更大 然後錢這樣放進去 蓋起來 錢 零錢會不會掉出來 不會 因為它這裡是有一個 有沒有 它這裡是 是幾乎是密合的 它這邊的空間沒有大到 零錢會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厚度 跟這樣的使用方式 好像比剛剛我介紹的那個方法 會更 更實用 你們覺得呢 好這個是 這個叫做彩蛋 哈哈 Kerry的彩蛋 好結束 拜拜 拜拜 by bwd6